大彼岸瘟 香港艱难的一天在库房 因为防疫政策大花童洗到干了 所谓洗到干了 当然就是我们不见了一千亿 而过去三年我们防疫政策 是洗了六千亿 就是说一加一减 不要搞这些房仓医院 搞了这些湿湿濕濕濕各方面的东西 正正常常听专家讲早点 共同感染的话 你一千亿就不会亏 这个显得陈茂波的无能 再加上外汇基金 上年亏损了二千亿 基金五个主要组成部分 全部见红 其实这些人都痴痴的 很简单就已经能够令到 令到香港的所谓的外汇稳定 因为我们有丰厚的家底 当只要觉得困难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外汇只买一样东西就行了 美元债券 就买美债 那你就会有稳定的利息虽然不高 但是保本收到的利息 譬如像我们香港那样就以八千亿美金 这样只要有两利息的话 你都有一百百多亿美金的收入 即是千几亿的港元已经弥补到 事实上过往由任志刚开始 接着到拿命诊到今时今日 你帮这样的废官 连手材都做不到 接着就国际大环境 什么什么什么 你老板吗 即是我们这些头发短 见识小 都明白的 当我们的财金官员 不以香港整体人的利益来做出决策 而是不停地面向北望神州 你就知道我们未来香港的经济 甚至我们的库房还有几坏 那当然李世民一帮财经专家 他们已经作出了警告 这样使法 已经看到香港 无论是库房 或者外贸 外资 甚至投资 这几方面 是会稳定地下行 我们香港的家底 几年之内 就会耗尽 那当然了 这里还要一提的就是 中国的因素 当中国 现在就以深圳的香港大学 欠我们香港 六亿人民币 你看到欠了这么久 你看到我们香港政府连数都不追不问不问 我们送钱回大陆已经成为了一个 不是毅命体 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盧冲谋 当时 做校长的他不出来说一句 为何大陆有钱 为何有钱 不还 资都没有 那你就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 香港的沦落 不是香港人的沦落 而是最主要 就是这帮 这帮 这样的官员 另外一个这么简单 你买美债 增长一年有千多亿收入 过得去 是不是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早三年开始 调整了个政策 搞定了 你亏什么 怎么亏两千亿出来 一加一减 差三千几亿老板 过去防疫政策 不听专家说 不停地左调整 右调整 紧跟中国的清零 默示香港的经济 如果 减一半 三千亿的话 即是说 上年 还有盈余 接下来 还大量大量的开支 看到 即是说 建一个所谓的叫做 临时房屋 比建工屋 我们行政会议 立法会全面通过 你说多突然害怕 这些钱 究竟去了哪个的袋子 节目做到这里 拜拜